画画本来就是一个设计 一个设计 说轻松一点也就是游戏 色彩游戏 我每次看他画完 我说你又再变魔术 又变出一张来 在国内议坛里面 他是一个人人非常敬重 而且人文饲养很高 修养很好的一个前辈画家 所以很多人碰到陈大师 都会陈大师油画塞空 或者塞纵 千和大器 为人千从为怀 作品不是霸气 而是大器 他是一个当代色彩的魔术师 他今年八十四高龄 可以讲每次看见他 还是神采奕奕 他作画已经超过一甲子 六十余年 可以讲艺术 创作应该是他的生命 他非常地投入 而且不知老是将至 他一路走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 虽然 或许是学院派的 但是他也完全不顾步之后 他创造是他自己的风骨 可以讲这可以为现代的 现今还在努力艺堂上的年轻一辈的艺术家做个典范 每个人要走私 每个人自己的路 我很小的时候就很想画画 大概四岁左右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小学了 那么我家里开那个杂货店 那么常常有时候 我妈妈要去煮饭 没有人看店 他就利用我 爱画画 哪一张纸让我画 哪一笔让我画 我觉得还不用乖乖地画画 不会出去玩 他就安心一起煮饭 到了光复以后 光复以后刚好 我是出生二人学三年纪 有一个大陆过来的美术老师 叫做吴雪让 他是画国画的 他对我很好 很欣赏 他是画国画的 会指导我们的水彩 他特地把我留下来 课语指导 他教我专科 叫我专科 这是我的七盟老师 他所的七盟 很好的七盟老师 台大工学院考上了 师大那时候就艺术系 那时候不是师大 师范学院 艺术系考上了